非常感恩传统文化拯救了我和情人两个家庭 我也开始学习传统文化弟子归 感恩组织这样的盛业 感恩所有分享和服务老师 感恩传统文化 莫学忏悔之人 也谢谢这位听众 我呢 从小呢 我是生我的老家在江西 一个非常漂亮山清水秀的地方 我呢父母呢都是中学老师 我有两个哥哥 他们学习成绩都特别好 当年都是以全线第一名第二名的成绩 考取北师大和清华大学 我呢自己从小呢也是天真活泼吧 反正受老师的宠爱 所以我就是一直在呵护宠爱宽容 这样的氛围长大的 就是从小就是天真浪漫 有话就说 那个率真自我 无忧无力 当然这些都是好听的话 其实说难听了就是特别自私 特别任性 特别幼稚 而且没有规矩 更没有畏惧心 没有敬畏心 我从来不知道怕什么 因为我觉得人人都爱我 我那么可爱 人人都喜欢我 人人都包容我 所以没有规矩 没有敬畏心 这是我遭遇失败的 我觉得是最根本的原因 就是这四十年的经历告诉我 就是其实就是因为我的这些性格特征决定了我的命运 而且这些性格特征之所以形成就是因为没有传统文化的根基 我在想啊 如果我十二岁学了传统文化 那么我一定是一个有规矩的孩子 少少年若天性 习惯成自然 我根本就没有好的自然 然后如果假设我二十二岁学了传统文化 我在恋爱择偶的时候 我就有一个非常正确的标准 也就不至于走弯路 再比如我三十二岁的时候 我即使结了婚 那么我就应该有责任感 我是一个妻子 我是一个母亲 我要尽到妻子的责任 尽到母亲的责任 我不能因为我想去北京 我想我觉得我更有发展能力 我要去 然后我就把丈夫和孩子放在一边 后来我学传统文化 里面讲到传统三重自得 我原来是很鄙视这样的说法的 但后来我一看自得里面讲 富德 富言 富功 富荣 我想我真是一样没做到 富德我根本就没有理解关心丈夫 更别说是支持他的事业 像成总那样 还有富荣 我整天板那个脸 我郁郁寡欢 我怎么可能有富荣 你长得再漂亮也没有富荣 还有富言 经常说一些刻薄的话 那个恨不得特别是离婚以后 我特别 我巴不得把全世界最那个商人的话 收集起来 然后发给我先生 还有就是比如说 富工 我就一直依赖于保姆的生活 从来没有做过一顿饭给先生吃 虽然现在我拿烧了一首很好的素菜 可是已经没有机会再请他吃了 所以我觉得特遗憾 我今年等于是42岁才开始接触传统文化 我其实有的时候 刚刚接触传统文化的时候 我很兴奋 但是兴奋不久以后 我又很悲观 我觉得我接触的太晚了 我觉得我人生已经都定局了 都是一个不成功的案例了 我再学成的文化 好像来不及了 老师呢 就一直鼓励我说 来得及来得及 任何时候都不晚 而且你如果来上台来分享 能够把你的失败 把你的教训告诉大家 对大家有启发的话 你的遭遇就有价值 所以我还是就毅然决然地再回来 所以我也在想 其实我是从一个反面的例子 说我虽然遭遇了40年来 我的性格决定了如命运多舛 然后性情随意散漫 但是呢 我想如果我的教训能够给大家帮助 我还是非常欣慰的 但是我有时候也在想 其实人生啊 为什么要在走了弯路以后才来反省呢 如果不走弯路 或者是少走弯路 那不是更好吗 所以我接下来呢 我想请另外一个妈妈 她和我是同龄人 接受的教育也是一样 我们都是大学毕业 但是因为就是因为我们的家庭教育不同 生长的环境不同 所以我们两个人的人生呢 就发生了很大的不同 大家猜是谁呢 就是刚才给大家演讲的 陈静怡老总 陈女士 我想请她和我一起 用我们两个决然不同 迥然不同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态度 给大家做一个印证 传统文化的魅力有多大 我今天见陈静怡 那个妹妹的时候 她很关心我的手 我的手前不久烧了 烧伤了 她问我你怎么样了 我给她看 她说哎呀留疤了 我说是 她说其实你要是 刚刚烧的时候抹上一种油 就不会留疤 我说是吗 我说那到哪里去寻访这种油呢 她说其实家里应该是有一个药箱的 药箱里面应该是有这种油的 比如你烧菜 烧的一两滴 你也可以抹一抹就很好 我一听我就非常的难过 我说啊 我说你家里还有药箱啊 我再一次证明 我当时做妻子做太太 是多么的不合格 陈总 我刚才说我的性格就是特别的随意散漫 因为从小父母宠爱 浇灌 两个哥哥呵护 还有老师的宽容 所以就造就了我的性格是那样随意的 但是我知道您是一个非常严谨的那个家庭出身和和那个家庭教育 我想大家可能对您的这个家庭教育更感兴趣 您说说 这个大家好 因为我大概也做了十几场的这样的汇报 的确没有说过哈 从小这个教育 可能很多人都没有经历过 我是小的时候呢 跟爷爷奶奶长大 我的爷爷呢 是家中长书能有万策吧 就是非常喜欢看书的这么一个人 然后一辈子做财务工作 然后我的奶奶呢 是很比我爷爷年纪大 因为我爷爷的家族吧 以前比较好 他是作为童养籍这样嫁过去的 然后没有什么知识文化 两个人一起生活了一辈子 大概到现在六十多年了吧 还健在 我奶奶八十多 我爷爷七十多 然后呢 我奶奶就是一辈子特别的任劳任怨 我爷爷呢 一辈子就是特别严谨 特别建议我多看书 我小的时候呢 就是会经常要看书 但是我爷爷有一句话 他说行为不端呢 这个多学无益 所以小的时候特别严 我给大家举两个例子 我记得 我有一次是刚上学不长时间 我那个就是下学的时候着急啊 在手上拿有笔记 这个老师留的作业 因为都收好了 我就懒得再拿出来 马上回家的时候 结果爷爷就发现 这个手上有这个油笔的这个字迹 爷爷什么都没说 然后让我把手伸出来 拿戒尺 一直把手都打肿了 告诉我 这个手是不能用来写字的 只有本是上面是可以写字的 我记得还有一次是 我在看电视 那这也不大 可能是小学几年纪吧 我就吹 边看电视边吹泡泡 我爷爷什么都没说 就打了我一个耳光 我当时是把泡泡糖咽下去了 咽下去其实没想什么 就想着泡泡糖会不会粘在胃上 但是我爷爷就说 那个知道为什么打你吗 我说不知道 我爷爷说 小女孩没有这么忽吃忽吃吹的 这哪像个女孩啊 后来我就真的从那以后到现在没吹过泡泡糖 从来没吹过 就有很多例子 包括比如说我有时有一次上初中 我那个那就是带饭盒带饭 然后有一次中午啊就忘刷饭盒了 我就回来了 回来第二天我也不知道 然后就背着书包啊 饭盒装在书包里 我就都装好了 我就上学 结果中午一打开的时候是空饭盒 里头就是还是昨天那个样子 就一直饿着 饿着 然后等着晚上回家 我奶奶就问我说 今天饿不饿 我说特别饿 我奶奶说 知道吗 这个自己的饭盒不刷 那你就饿着肚子上课听讲 我真的从那以后就是 哎呀 我记得我跟我 我先生是高中同学 那这也带饭 就是从初中到高中了 我先生对我印象最深刻的 就是每次中午吃完饭 第一个冲出去刷饭盒 后来他就说 哎你为什么每次都那么快 我说怕那个饿着 因为我奶一定是你刷完了 他才给装 很多这样的细节 特别多 然后就是他会让 反正从小就是这样很严格 的确就是让我很板 就是很严谨这样 谢谢大家 就是陈总呢和我就是非常非常非常不同的两个两个人生吧 应该是他刚才说的是家庭的严格教育 而我的家庭教育就是非常溺爱 我就随便举几个几几句话 然后看看啊 你比如说朝起早 夜眠迟 所以经常上午睡的中午 然后那个晚上又凌晨才睡那样 比如说制官府有定位 勿乱顿 制污秽 我非常的随意散漫 我们家的那个壁橱啊 非常乱的 那个我哥哥的女儿去我那儿经常说 打开咕咕的壁橱 衣服就像山红一样的 一泻而下 就特别乱 再比如衣贵节 不贵华 上巡奋 下衬家 我们也都是工薪家阶层啊 但是呢 我我就有这个坏习惯 就看到好的东西我就喜欢买 看到好的衣服我就要买 看到好的包我就要买 然后呢 有了钱我就要去旅游 从来不存钱 结婚多少年以后 居然没有存款 也不会规划 再比如 你看 连方少 勿饮酒 饮酒醉 醉为醜 我就特 我的同事经常讽刺我 说我特小资 那个爱喝喝酒啊 什么泡泡酒吧呀 然后出去采访 有时候高兴也会喝多啊 就这样 再比如说 对饮食 勿减则 时事可 无过则 我要不就暴饮暴食 好吃的东西特别吃 像我爱吃辣椒 我经常用大量的辣椒拌饭吃 要么呢 就要减肥 不吃东西 再比如 直屈气 如直银 其实就是要爱惜东西 我们不爱惜东西 虽然花了很多钱 买的好东西 可是一旦 买回到家 也就扔到那儿 堆的到处都是 并不是很爱惜的 再比如用人物 虚名求 躺不问 急为偷 其实我就有这个坏习惯 我有的时候参加一些聚会啊 有一年圣诞节 参加一个贵宾楼的那个圣诞活动 堆满了那个礼物 玩具 我就实在是喜欢有个毛熊 我就偷偷的拿走了 然后 我原来在北京租房子 我的房东 他因为 他因为换了好几届房东 还有一些书留在那儿 然后我就看了好几本书 我好喜欢 然后我搬家的时候 我也就把它拿走了 现在想还也找不到人 真是特别惭愧 再比如这个 带壁仆 生贵端 虽贵端 辞而宽 我的生活就是一直请保姆 然后保姆呢 还要求是那种小女孩 要年轻漂亮的 然后因为他们大部分 能从农村回来的嘛 来的 他们一下子进入这种大都市 可能他们的世界观 也是没形成 所以他们也很茫然 然后呢 就觉得 这主人家很有钱啊 生活很好 所以他们也 也没定性 而我呢 又从来不会管教他们 而且放手 把钱都给他们放手 所以他们 实际上某种程度上 我也造就了他们 后来他们也有好几个 也喜欢偷我的东西啊 偷我的钱啊 我原来还怪他们 好像道德有问题 后来我一想 其实是因为我没有 第一 我自己没有做好本样 生贵端 我没有端正 第二 我也没有好好引导这些孩子 最惨的就是 他在某种很大程度上 他又影响了我的孩子 所以 我说一个 大家都没有一个 是非对错 美丑的这样一个标准 那孩子怎么可能成长得好呢 就是通过我说 这个我的这个生活状态 大家可能也感觉到了 我是一个非常自我 随意 散漫 慵懒 追求享受 这样一个人 那你想 这样一个妈妈 带着一个孩子 那么孩子怎么可能会有一个 非常健康的生活环境呢 嗯 再比如 恋爱的时候 刚才已经说了我的那个态度 但是陈总的恋爱 可以简短一点 远远去 我是那个上大学的时候 我记得刚上大一的时候 就收到也是第一封情书 然后打开看了 其实没看明白 然后不长时间 我爷爷就到北京看我 我是中国人民大学毕业的 当时也是我们学校的文科状元 考到北京 然后我就说 我说爷爷 我好像收到一封像这样的 这样的信 我爷爷当时收到信就给撕了 就是说 大学就是学习的地方 如果以后呢 你再碰见这样的事情 马上言辞拒绝 我要再发现你的话 你就不用去读书了 反正我大学四年 就是再没有过 没有过 比如说哪个男孩子 稍微近一点 就说 我说你什么意思 然后他说 那个没什么意思 我说没什么意思 那可以 就是真的 就手都没让人碰过 特 就挺 就是学校 然后食堂 然后宿舍 然后那个图书馆 就这么几个地方转 我是大学毕业之后 因为我先生是我高中同学 然后他跟我提 然后我们就这样结婚 到现在一直十五年吧 就这样 大家已经感觉到 我跟陈总的差别有多大 他刚才说他们家 他吃完饭马上去洗碗 而我的家是怎么样的呢 我要等我们家 所有的碗全部用完了 然后再下决心洗一次 还有他说 他这个第一封情书 我也 我在读大学的时候 我们寝室里六个女生说 大家谁第一个收到情书 就一定要公开朗读 后来很荣幸的 我就第一个收到了 然后我就很无耻地 在寝室里读了一遍 其实对那个男同学 伤害真的是很大 我就非常的随心所欲 有男同学喜欢我 我就跟他交往 然后我不喜欢了 我就跟他吹了 然后我看到 别人的男朋友好 我就要去追 我最不道德的一件事 就是我看中了 我们班上一个同学 我就死活要跟他好 可是他已经有女朋友了 我就那个 又是写情诗 又是唱情歌的 就是死活要把他追到手 然后把他追到手 很快我就发现 另外一个男孩也喜欢我 我也喜欢他 我又把他给拽了 所以 所以我觉得 我是一个 非常非常 不好的女孩 再比如那个 大学里 我接受的都是西方的观点 比如你看 我喜欢看的 反正西方的那种自由啊 那种那种那种 那种思想 我很接受 再比如说择偶 择偶说 那个当时 择偶的标准 就是我爷爷跟我说的 包括我父亲 第一点呢 就是有没有责任感 就是他会提很多 比如对你负不负责呀 怎么怎么样的 然后第二 就是这个人 成不诚信 成不诚实 然后第三 再看他有没有才什么的 然后就是 就是这几点吧 然后我觉得 我先生因为 他是我高中的同学 然后在大学里 他是吉林大学的 一直是学生会主席 也是非常严谨的 我觉得好像就是 那个刚 那个大会老师在昨天 提到两个字 叫赶招 我觉得就是这样的 就是可能 因为我是这样的家庭 我赶招的 也是这样的家庭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 就是我们俩 第一次登记的时候 我们那个当时 在这个登记大厅里 然后呢 就是都办完手续了 办完手续呢 就是 那个我公共 就是进来 可能是来接我们 当时那个就一个凳子 我就坐在那个 我先生的腿上 他一看见那个 他爸来了 一下就给我推出去了 差点吹倒了 我说 我说你干嘛 他说我爸来了 那个咱俩得 那什么 我说我也没怎么样 后来就是的确 就是我 我先生的家庭也是 是属于特别严谨的 那种家庭 说到这个赶招 我再补充一点 我的例子 你看我因为自由散漫 那么我的赶招的 我的前夫 也是这样的人 他虽然是家里的长子 曾经差一点下放 可是他的父母 溺爱他 居然会让他妈 让他妹妹去下放 让他留在家里 就是也是很溺爱的 所以养成了他的性情 非常随意 他在读大学的时候 那个 因为想带同学去看画展 就带着全班同学 去上海看画展 然后老师一看 那个教室里没人 谁带头的 说他好写检查 他写了一封 自认为才华横溢 但是非常刻薄的检讨书 一时在他们学校 也成为坏的家伙 因为我的前夫呢 是学美术出生的 很浪漫 我就觉得他非常浪漫 又有才情 在饭桌上 现在可以说是华总取宠 但是我那时候觉得 他好有才 然后我就觉得浪漫 是最重要的 所以我就选择了他 这就是我选择婚姻的标准 结婚以后呢 又非常不满现状 比如我丈夫的弟弟妹妹 他们在日本 我就觉得特好 我也想去 可是呢 我先生呢 他不愿意去 然后我就开始嫉妒 然后抱怨 然后就觉得我自己的先生很无能 反正就是指责他 再比如说教育孩子 我就是非常平等 按照西方的那种观点来教育他 还有比如离婚 我就不是也很冲动 根本就没有想太多 就觉得自己能力很好 在江西那种地方 可能天地太小了 我觉得我还能有更大的发展 我要到北京去 我特别就是贪恋那种小资情调 就是喜欢有恋爱的感觉啊 而且我还特别 情欲也很重 所以我 直到后来 我就是还有 就是更糟糕的就是 我爱上了一个有夫之妇 等于是人家的老公 但是因为我很迷恋 和他的那种相处的感觉 所以我就偷偷地 一直跟他交往着 有的时候我的孩子发现了 就会问我说 妈妈他结婚了吗 他一问我这句话 我就无言以对 我就不知道怎么说 所以我 应该是给了孩子一个 非常丑陋的成人的世界 这其中对孩子的伤害 到底有多大 我 我其实是没有 没有数的心灵 我的孩子啊 他很坚强 他的这种怀念 也很冷漠 我跟他生活在一起 我很少看到他哭 但是呢 只要是有一个真心的朋友 和他谈心 问他 你怎么看爸爸妈妈离婚呢 或者 你的父母离婚 对你有些什么影响 你是不是因为父母的离婚 你才不开心 所以你才乱花钱 才偷钱 或者是才喜欢骂人 脾气暴躁呢 有一次大会老师 这样问他的时候 我就看到 孩子就在流眼泪 非常伤心的流眼泪 那一刻我就觉得 我对孩子的伤害 其实是很大的 后来我孩子 也是在一个传统文化 学习班里 学习弟子归 学习住着自家格言 学习这些东西 有一天他就给大会老师 发了一条短信 我把短信念给大家 听一听 看看孩子到底受伤有多大 他说 陈老师 今天听了改过的课 我一直想到 一直以来 我对家庭的态度 虽然父母情况复杂 也确实伤害过我 但他们毕竟是我的至亲 再怎样 我也一定会效仰他们 我其实一直有些恨爸爸妈妈 为什么不给我一个 完整的家庭 但现在我想 那可能不是他们的本愿 包括我父亲现任的妻子 还有我父母的父母等等 他们可能都是有苦衷的 我不能对他们有抱怨 我已经被 他们已经被伤害过 不能再 我不能再捅一刀 我一直希望理解他们 但是我从来不能理解他们 我现在知错了 我忏悔 可是我现在还是不想哭 不想笑 不想说话 不想吃东西 我很害怕 我不想见父母 我觉得这种害怕 父母无法解决 陈老师您能帮我解决吗 当我看到这封短信的时候 我就非常的惭愧 非常的伤心 我觉得所有的离婚父母 都觉得自己多多少少 对孩子有些伤害 但是到底有多大的伤害 我相信所有的 我相信所有的离婚父母 其实是不知道这个数的 但是我一定感觉到 孩子的伤害比我们想象的 要大很多很多 除了对孩子有这么大的伤害 所以在座 如果真的有父母离异 一定要深惭愧心 深忏悔心 其实我们非常对不起我们的孩子 这种影响会影响孩子的一生 除了这个伤害 我自己感觉 其实我的所作所为 对很多人都造成的伤害 比如对我的家人 我的父母 刚才听到刘斌老师那样 我的父亲当时也是不同意 我的婚姻的 但是我就一意孤行 一定要结婚 但是离婚的时候呢 我父母其实又是不希望离婚的 但是我又觉得不行 他不是我想要的生活 我就一然而然的要离婚 其实除了 然后其实我一直以来 都是父母的掌上明珠 都是他们的骄傲 可是现在当别人问起我 问起我的现状 我的父母总是很沉默 带给他们的 我想他们内心是很尴尬的 这种伤害也是非常非常大的 再比如我对我的前夫 其实伤害哪里又不大呢 你看我的丈夫 因为感情上 他很波折 他之前也有过一次婚姻 跟我是第二次 然后现在又是第三次 虽然好像感觉他很执着 其实他的苦我也能感觉到 他因为感情上备受折磨 所以他养成了一个爱喝酒的习惯 后来甚至就是酗酒 每喝必醉 也是 我当时很反感他这样做 但是我现在觉得他是非常有苦衷的 因为长期酗酒 他又得了糖尿病 然后呢 事业上也不能做得更好 其实他也是一个很有才华的一个记者 现在事业也不行了 而且事事不顺 再加上他又再婚 再婚以后呢 见到孩子就更难了 其实我特能理解 我原来以为 就是女人离婚以后 带着孩子很了不起 那个男人很快就再婚 我很愤怒 但是后来我就想 其实离异的爸爸 哪里就不想天天跟孩子在一起呢 只不过是从 从好像伦理上 法律上更倾向于给孩子 给母亲 所以父亲就丧失了这种权利 其实父亲是很苦的 他们见不到自己的心爱的孩子 后来我学了弟子归以后 我给他发了一个短信 我说我现在好像能理解你 你那么爱孩子 可是你又不能跟孩子生活在一起 你是很苦的 他给我回了两个短信 回了两个字 说谢谢 除了对自己的亲人家人伤害以外 其实受伤的也还是有自己 我呢 其实我的性格本来是挺乐观 挺轻松的 但是因为遭遇这种 就是婚姻失败吧 我经常就是患得患失 恍恍惚惚 有时候非常敏感脆弱 多愁善感 有时候又忧郁 情绪反反复复 而且这个多多少少 虽然我不忍心影响我的孩子 可是这种影响 是随着心在一起的 孩子肯定一定是看到我 情绪不好 他也就心情不好 所以就一直这样牵着 因为而且因为情绪不好吧 其实我的身体现在也开始了 不好 我原来是从来没有生过病 现在就开始觉得好像 身体数字在急速的下降 也开始生病了 最不好的就是 因为我这个贪 贪欢 贪爱 贪情欲啊 所以就女人的毛病就 就一定会沦落在我身上 我现在的子宫就开始 前两天做B超 就开始长 长一两个小肌瘤 虽然是非常早的早期 但是也给了我一个警钟 我一定要开始改了 就是 了凡私讯上说 要改怎么改呢 就是要从最难处改 我的最难处是什么呢 我非常明显 我的最难处的地方就是欲望 对物的欲望 对情的欲望 所以我下决心就是要 把物欲割掉 再把情欲割掉 我原来喜欢买东西啊 喜欢花钱 现在我就尽量 基本上都不去做 我不希望家里有太多的东西 而且尽量的把家里 不需要的东西送给需要的人 然后最难做的就是 要断掉我的情欲 因为我和这个情人 交往了这么多年 感情还是有一旦分开 就很难受 但是我非常谨记 大慧老师跟我说的一句话 说 其实你没意识到吗 你是在偷别人的丈夫 你在偷别人的东西 你的孩子怎么会不偷 别人的东西呢 所以你看这个杀盗 淫望 酒 这五样东西 其实你看你都拒全了 你不要以为你不杀人 或者不杀动物就不是杀 你伤害亲人 伤害家人 你也是犯了杀戒 还有这个道 你偷别人的丈夫 也是一种偷道行为 还有银 银这种邪银 万恶银为首 你如果不在银上革掉 你是很难再重新做人的 还有望 因为这个淫欲 不正常的男女关系 必须要杀 就是经常会撒谎 说假话 说 所以还 就是杀到淫望 我都全了 如果你再不改 你的孩子是不可能会好的 既然你爱孩子 你就要不从自己改起 你如果不改 就相当于是 我自己也觉得是 饮症止渴 就是你在喝那个毒药 来解自己的渴 所以我下决心 把我的物欲和情欲 隔掉 现在 这半年来 我一边学习传统文化 我也一边在反思 我为什么会遭遇 这个失败的婚姻呢 我为什么不能像 陈庆瑜 老总那样 过着幸福的 正常的 健康的家庭生活呢 是不是我的成长经历 我的性格 决定了我的命运呢 所以我有的时候反思我 现在 从我和陈总的这个例子 大家如果是做父母的 或者是孩子在场 都感受一下 就是不同的家庭教育 会有多么大的不一样人生 你看我们社会教育也是一样的 学校教育也是一样的 但是就是因为家庭教育不一样 我们人生就造成这么大的差别 再说一点孩子吧 那个刚刚陈总跟我说 他对孩子非常严格 大家愿意听吗 听一听 再听一听 这个因为就是 我对孩子的确是挺严的 我记得有一次出差在北京 然后放电视的时候 我儿子是第一次看那个 韩版的电视剧 我在家从来也不给他看电视 然后他就看那个 因为韩版电视剧 大家知道那个女主角都非常漂亮 我儿子当时是五岁 哎呦 他那个男孩子 就是妈妈 这个跟白雪公主似的真好看 我那意思就是 我将来就要跟这样的人 我当时就是那个感觉 我说不行 咱把电视关了 咱俩谈谈 我说那你呢 将来要是找这个儿媳妇呢 我说妈妈 现在就得跟你说 我说 他说说什么呀 他说找什么样的 我说 那个可能很多 我觉得我就是跟我儿子也是这么沟通的 我说第一要非常的善良 我说人心地要好 我说第二呢 要有智慧 然后他也说妈妈什么叫智慧 是聪明吗 我说不是 我说智慧的人就是 他的人生就是特别的宽厚 路越走越广 我说你妈妈就明白了 那这还没有接触圣贤文化的 但是小的时候 这个家里就是这么教我的 后来还提了第三年 我说基于这两点 如果他长相比较好一点 也可以 后来然后你看我就没有想那么多 但是今年十一的时候 我儿子在那个 我父母家当时看电视 然后那个电视里啊 有一个那个镜头 就是很不好 就是那种国外的那种PR 我弟弟在看 然后我就一下子站到那个 我儿子的面前了 就是这样把电视打上了 我儿子当时特别轻松地说 说妈妈你不用挡 我马上就走 这种片头啊 这种影片 这种女的 我压根不会要 我根本不会找这样的人做媳妇 我说啊 我说好好好 我就不是这样 我会和我孩子一起看电视 看 当然不是看那种坏的片子了 但是我很喜欢跟他一起参与 一起讨论 我们唯一的缺点就是 都很喜欢帅哥 然后我们经常讨论 这种类型的帅哥 你喜欢还是我喜欢 然后就这样 所以有的时候我觉得 我自己真的很不像一个妈妈的样子 我经常会说喜欢这个 喜欢那个 他就这样说 所以 不好意思 我们就经常是这样 希望我和陈总的这个 分享能够给大家所有的家长 还有还没有结婚或即将结婚 即将家长的人有启示 其实我已经也有这种意识了 就是说 我对这个善的理解 其实早就出现了偏差 比如真假 端曲 我原来都不明白 现在我就知道了 其实所有的 如果只是为自己着想 那一定是错的 如果是为别人着想 就一定是对的 这是我的学习传统文化的一点 那个收获和感悟 我最后再想补充一下 因为陈总坐在我身边 我非常能够意识到自己的差距 我想跟在座的家长 还有年轻人也分享一下 就是作为女人 不管你的资质有多好 你的长相有多好 或者你的家庭背景有多好 如果你有几个步骤 没有掌握好的话 人生就是一定会走偏差的 那什么步骤呢 第一就是童年 有没有可能形成了一个 有规矩的童年 第二青年的时候 能不能有一个正确的人生观 恋爱观 责我的时候 能不能选择那种 勇于担当责任的人 然后在持家以后 有没有就是四德 就是那个知识丈夫 理解丈夫的那种素质 在最后还有就是教孩子 有没有那个以身作则 其实特别是如果孩子 已经像我孩子15岁那么大 如果你想让孩子改 那是不可能的 只有你自己 自己改 才能够让孩子改过来 就说你的心 如果正了 那么你的所有的 你的身体 你的事业 你的家庭 你的孩子 都一定会好起来 所以我现在的首要任务就是 要让我的心 正起来 让我学大学的时候 说格物 智之 诚意 证心 然后才是修身 齐家治国 平天下 我现在格物做到了 格物智之 诚意我也做到 格物智之 我好像尽量再做到 然后这个诚意 证心 我真心真意的 想改我的错误 我真心真意的 希望我的心 不要被那些烦恼啊 这些抱怨啊 这些嫉妒啊 所折磨 我的心正了 我相信我的人生 也会像陈总啊 在座的这些优秀的人士一样 会走上一条光明的大道 好 谢谢大家 您正在收看的是 大型工艺纪录片 中华传统文化论坛特别节目 圣贤教育改变命运 决定要和我的那个 爱美关系的人 要断绝关系 但是我是客观这样讲 就是说 就像我们人活的这个世上 就是因为情才来到这个世界上 所以 虽然知道这样很不对 但是要断这份情是很难的 我觉得很难 但是我就 我就 咬着牙这样坚持 可是我如果没有找到理论一句 我是很难坚持下去的 就人的这个欲望 还有这个所谓的情感 很难控制 后来我的这个国际朋友一句话 点醒了我 他说 你知道吗 他说你这样做 嗯 就是在偷人家的老公 因为你偷人家的东西 所以你的孩子也会偷人家的东西 他这么一说 我就 他这么一说呢 就是一语惊醒莫中人 我就明白了 好 那我就 下定决心 然后和他断绝这个不正常的关系 我原来啊 很 很自以为是 我觉得我 也没做错什么呀 我们感情很真 我也不贪贪什么东西 然后呢 他可能因为我 我觉得很稳定了他的婚姻 因为他 我觉得在国序方面 我可能会 我们在工作上相互帮助 我在情感上相互扶持 我觉得那应该是真的感情 我是这样认为啊 所以后来我就发现这种见识 太 太肤浅 太语吃了 所以我现在 就和他 想清楚了这个道理 我就和他断绝了关系 所以昨天晚上我和这个室友 我就讲了这一条 我说上天还是很 照顾我的 我第一次偷偷的约会 是来大连 你看 我现在在大连 告诉大家 这是我 我要不扮演这种 不光彩的角色 我要重新做人 我就自己开始反复自己 我想还有个错 肯定是自己的错 那么我到底哪些方面做错了呢 我就想把我认为我做错了的地方 告诉大家 给大家一些借鉴意 借鉴吧 首先就是 大家意识到 我在教育孩子方面 做错最大的问题 就是等我倒置 你看我 你看我花很多时间 让我的孩子 学画画 学跳舞 学钢琴 各方面的多才多艺 但是我没有教他 怎么做学生 怎么做女儿 怎么做邻居 怎么做社会人 所以以至于他不知道 他拿了妈妈的手机丢了 会让妈妈难过 他不知道 他偷了同学的钱 他又请了同学吃饭 他这是错的 他不知道这个标准 不知道这个标准 难怪孩子吗 不能怪孩子 父母首先 没有教他怎么做 现在学校老师 也把精力全都放在 各种技能的培养上 还有现在这个社会的大环境 父母 生活 也有很多借不得人的地方 他们看到的这个社会 也是无奇八糟的 那么 一科那么 致命的幼苗 在建一个恶劣的环境 来成长 他怎么能成长好呢 不要和孩子交朋友 我姚姚就是一直提倡 要和孩子交朋友 我对我的孩子非常平等 我的孩子跟我交往 也就像是一个姐妹一样交往 但是我发现错了 我和孩子 如果像朋友那样交往 他就可以像朋友一样待你 你说什么 只是仅供参考 当你的父母 当他的父母 都是他的一个朋友的时候 他没有一个标准 没有一个榜样 你叫他去 看谁呢 就像昨天陈老师说的 富为子刚 刚是一个榜样 他没有榜样 你让他 没有一个目标 没有一个榜样 他朝哪个方向发展呢 他是很可怜的 特别是像我这种 又是单亲家庭 我总觉得孩子的爱 我应该对他多一点爱 才能弥补我对他的伤害 其实有的时候 这是非常错误的 就是刚刚丁二长说的 交互也复制过 就是像我现在这种情况 假设在座也有单亲家庭 就要意识到 就是你现在身上 肩负着两重角色 就是你要有恩的 恩 有词的一面 也要有威严的一面 所以我现在也 努力的在这样做 但是我的前提条件是 不要再和孩子 像朋友一样交往了 特别不要让孩子 见了你就叫 嗨 哥们儿 嗨 老姐 当时很多家长 我了解到 他们认为这样很好 孩子喜欢我 然后我也显得年轻 是吧 他们很接受 这种说法 但是现在看来 这都是要付出代价的 家长是做的 孩子是看的 那么从现在开始 我要开始做 我要事无巨细的 什么事情我都去做 家里所有的下水道 堵了 我也去通 马口我也去洗 做菜做的不好 就跟孩子说 今天你表现好 我下次再重新做 然后我开始到处学 怎么样做好一个妈妈 做好一个 现在都有妻子这个角色 我希望能做好一个女人的本分吧 我的一个朋友说 你看你孩子差一点去了 那个就是 他这样说 其实已经到了饭地的边缘 他说其实是会进劳教所的 我也这样给我孩子说 后来我想了一下 其实我们经常说 人是要劳改劳改 劳动确实能够改造人 现在我和我的孩子 就是喜欢劳动 而不喜欢 去表达 去说很多东西 问题都是出在我身上 我就开始要开始认真学 弟子规 我就看弟子规 然后看蔡老师的那个 幸福人生讲座 然后又陆陆续续的读 诸子之家格言 这些 这些东西 我就感觉到 我作为一个女人 曾经的一个妻子 现在的一个妈妈 我是多么的不称职 我对孩子所谓的那份爱 其实是一种自己的虚荣 我希望我的孩子漂亮 那是我有面子 我的孩子多才多艺 那是我教的好 我的孩子将来有出息 我可以跟他享福 我的孩子还可以给我养老 我就是这样想的 我孩子今年14岁 我首先想请大家看 我手上有两本书 这就是我的女儿 我的女儿呢 长得在我们家长 父母看来是非常可爱 小时候 我们和他爸爸 也都非常喜欢爱孩子 我们两个呢 就是觉得自己的孩子 那简直就是天使 又聪明又漂亮 总是一镜子夸她们 就是每次对着孩子就说 哎呀 你怎么这么聪明啊 哎呀你怎么这么可爱 你叫我怎么办呢 有的时候很矫情的 你还会这样说 呃就是另外来就是说 我自己做记者 其实我不是很敬业做记者 我是那个把孩子的培养 当做我的事业来做的 我说说我怎么培养孩子啊 在孩子五岁的时候 我认为他应该开始学钢琴了 我就找了一个最好的钢琴老师 一个礼拜上一次钢琴课 然后在孩子三年级的时候 我认为是最适合跳舞 学跳舞的年龄 所以我就给他 抱了一个舞蹈班 然后呢还参加北京海淀区的 呃舞蹈大赛 一等奖 然后在初中的时候就开始让他学画画 呃现在画的也很不错 然后还有游泳 我我为了让他游泳 游得漂亮 我每一种游泳的姿势 我都是请专门的教练教他 所以他的自由泳 别泳 洋泳这样的 都是最标准的 就在我和他爸爸都认为 我的孩子将来会非常优秀的呃时候 在他自己的时候 孩子的发展已经开始偏离了我们父母的呃初中 比如说他很喜欢穿漂亮的衣服 初中开始用手机 还有就是喜欢买动漫的书 好玩的招式品 礼物他都喜欢买 他的消费上有点让我开始担心 另外就是已经感觉到他开始分心了 他呃 我记得最早大概三年级四年级的时候 他就问过我 他说妈妈 嗯 你是什么时候早恋的 我说我们那个年代吧 应该是呃大学大学刚进校的时候 他他感慨 他说啊 这么久啊 我恐怕等不及了 就是他开始有这种呃 早恋的萌芽 另外我发现他开始也爱撒谎 就是他曾经跟他同学说 说我妈妈特别容易搞定 我们放心好了 哎呃 我妈妈特别厉害我 你呃 我一般提出要求他都会满足我 我觉得他很傲慢 他每天初中放学回来 总是气急办法的回家 嗯 然后就是开始骂 骂这个老师骂那个老师 就是觉得这个老师 哎太差劲 哎太差劲 语文老师是类似 是个疯的 原来数学老师 是个傻瓜 就是很很傲慢心 然后红学关系呢 也搞得呃很紧很复杂 然后他自己呢很喜欢装装 嗯 就是他不希望 他觉得自己东西的男孩可能会更帅 所以他把自己往男孩的方向打扮 嗯 最让我担心的是有一次他就 嗯 我发现他他就呃 嗯 他就呃 开始喜欢 嗯 曾经喜欢一个奔奔的男孩 然后呢又喜欢另外一个男孩 然后那两个男孩又呃 又打起来了 嗯 然后怎么怎么着 然后呢 嗯 发现大手大脚 孩子这么可怕的表现 就让我非常震惊 嗯 我就非常痛苦 我想 怎么办呢 嗯 也是可能是老天帮助我 我这个时候突然 想到了我有一个学国学的朋友 哦 我忘了说 我觉得国学朋友 说我把这个 以后这个书做出来以后 一直是我们觉得很很好的一件事情 我们把它送给我们所有关系 啊孩子或者说我们朋友啊 亲戚啊都送给他们 但是我这个学国学的朋友 是唯一一个 看了我把这两本书送给他的时候 他说 他他没有在想的意思 反而说啊 你这么宁爱你的孩子啊 这对你的孩子非常成长 对你孩子成长非常不好 这样会助长他的虚荣心 他是一个 就是唯一一个说我做这个事情 做了不好的朋友 嗯 那我就给他打电话 我说我的孩子你看怎么办 都已经到了犯罪的边缘了 后来他就跟我说 他说你知道你出了什么问题 我说什么问题 他说你的孩子 嗯 像那个花瓶里的一束花 嗯 花很漂亮很鲜活 啊 会画画 会唱歌 会跳舞 会游泳 长得漂亮等等 但是呢 这个花是没有根的 插在画瓶里很快就要枯萎掉 就要烂掉 臭掉的 没有根的话 是会枯萎的 我说那那是 我说那是什么根呢 他说 嗯 根就是没有这个 刚才程老师说的 没有对是非 没丑 还有对错的一个标准 也就是没有我们传统文化的根基 他说你如果没有一个根基 没有一个道理标准 没有一个正确的价值观 孩子的财力越多 越危险 假设他将来是个科学家 他就可以延夸 杀人武器 是吧 那他给这个社会造成灾难 比那个鱼翅的 普通的孩子 那还要大得多 他说你这样培养孩子 如果没有根 孩子的危险是非常大的 这句话说完以后 我就也是让我毛骨悚然 我就震惊 但是也有一点醒悟的意思 然后我这个朋友就拿了一套 鼻子龟给我 说 你看看这个鼻子龟吧 嗯 你想要的这个答案 这里面都有 还有一套那个蔡老师的光盘 我就开始看鼻子龟 然后我一读 我就是不读不知道 一读吓一跳 我就对告了这个很简单的鼻子龟 所以我发现 哎呀我的毛饼有那么多 好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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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夠真的在台上對著天下人來向自己的太太唱會好 建議員工夫的內部 攝影師的奉索夫的內部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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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真心地为你祝愿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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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跟弟子龟 我跟弟子龟一起生活了大概一千天的时间 从零七年的 从零六年的十月份 一直到今天 差不多正好三年时间 这个当中呢 有很多的故事 也有很多的转变 刚才大会老师说 陈大会老师说 为什么要学弟子龟 为什么要学传统文化 我之所以走进传统文化大门 学习弟子龟 主要是我当时自己的精神很痛苦 这个我是初代出生于一个高杆家庭 我是硕士研究生毕业 我经历过上山下乡 我也经历过文化大革命 父母挨斗 我是黑帮分子 我也考上大学 第一次恢复高考 我就考上大学 然后又出过国 这个当时呢 胡耀邦总书记在的时候呢 提出来培养第三梯队 我在不到三十岁的时候 就已经是初级干部了 是在一个兵器工业部的计算机研究所里 当当师主任 就所谓的第三梯队啊 这个呢 我也我也有过这段经历 同时呢 出国呢 也移了民 国外的身份也有 不过现在是放弃了 因为老不回去嘛 人家要求每年住一半以上的时间 住一百八十天 我每年都完成不了这个指标 所以呢 最后这个绿卡呢 也就取消了 所以 为什么跟大家啰嗦说这些事情呢 主要是说 我这一生的经历啊 1955年出生到今天呢 一共五十四岁 回首过去这个一生啊 我成长的这个五十四岁当中 有四十年 是缺失了 做人的教育 十年 农化大革命不说了 三十年的改革开放 我在干什么呢 一直 想寻找幸福 想寻找成功 得有钱 得有钱 就觉得这种诱惑太大 开始热火朝天的 做买卖了 我就辞了职 自己呢 就开了公司 八九年 我就得了癌症 得了癌症 完了以后还转移了 当时很危险 就青天霹雳吧 当时三十五岁 觉得孩子才四岁 孩子才五岁 我才三十五岁 我就得了癌症 而且还是转移 当时呢 在医院里住的时候呢 大夫就问 因为你这个病 是很重的病 两万个里边 才能有一个人成活 他说 你可能连过了年的春节 都够呛 当时这个事情 放在我身上 我觉得特别的过不来 就是说 就觉得正在事业发展 孩子还小 就好像一天 一刹那 这个世界就变了 这个世界不再属于我的了 这个天很蓝 草很绿 人人都带着微笑 就我觉得好像最痛苦 最绝望 我这个 我就问大夫 我说有什么办法 能把我治好吗 我说你要给我治好了 哪怕我扫大街 我都干 所以大家看 那时候 自己呢 幸福的目标 就认为 只要让我活着 所以大夫呢 就说 都说 你呢 踏踏实实的 想吃点什么 吃点什么 想喝点什么 喝点什么 想到哪转转 就到哪转转 我一听这个 那就是死刑啊 是吧 就没戏了 北京人讲话 所以当时呢 就特别沮丧 那个情绪特别低落 那么后来呢 这老天 他留了我在这儿 经过手术和八次化疗 就起死回生了 这个癌就 这个准块就消除了 经历了那么一次 大的灾难之后呢 人就老实多了 也系了烟了 也系了酒了 也不去歌厅了 也不熬夜了 但是呢 觉得 哎呦 这个癌症去掉了 我觉得真幸福啊 我觉得真 这世界真美好啊 看谁都觉得那么亲 觉得谁都那么可爱 可是这种好景不长 我记得好像我 化疗停止之后 93年 就是北京就开始 搞房地产了 搞房地产以后呢 哎呀 那时候又被这个外边的 这个 这种引诱啊 又觉得 要做 要搞房地产 我觉得最成功的商人 最有档次的商人 是搞房地产 所以呢 我就在北京 弄了一块地 就是外交部东边 那个丰莲广场 十二万平方米 我跟香港朋友 就盖起来了 从93年盖 一直到97年 93年拆迁 94年动工 一直到97年 投入使用 哎 就觉得 这有这 这个五年呢 是非常辛苦的 就一直 就马不停蹄 啊 生活的特别疲劳 啊 这个 这个很兴奋 很刺激 啊 就是当时 我觉得就节奏很快 透支很大 所以呢 呃 我不知道那时候 后来我就是 看了报纸 我才知道 我那叫得了焦虑症啊 就是脾气喜怒无常 啊 这个晚上睡不着觉 啊 三点钟啊 四点钟就醒了 醒了以后呢 就自责 啊 就埋怨自己 啊 觉得这一生啊 呃 有很多的不平 很多的委屈 这就是了凡私讯里边说的 无视而长生烦恼 没有 没有什么 你还 你还要怎么样啊 对吧 出身高干家庭 出了国 移了民 挣了钱 搞了房地产 得了病也没死 是吧 应该知足了 还有什么烦恼呢 你要烦恼呢 谁还没烦恼呢 是吧 这个 所以呢 这个最后 愈演愈烈啊 就到了想自杀的程度 啊 这个 讨厌上班 啊 这个 呃 一到了办公室呢 就发脾气 啊 动辄呢 轻则呢 就是臭骂一顿 动辄呢 就拿脚踹人家工作人员 啊 就是无名火 呃 这个 工作人员啊 我的秘书在外边啊 啊 笑一笑 我就拉开门就骂你 想自杀 觉得生活没意思 看电视 老换台 啊 腿老哆嗦 然后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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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发脾气 啊 越是跟你亲的人 你越越发脾气 啊 跟妈妈 跟妹妹 啊 所以我就 我就到医院去看 看完了以后 人家一检查完了以后 说这个 你这是中毒的焦虑症 啊 建议呢 不要再工作了 啊 就是要休息 要吃药 要靠药物来维持 啊 这个 我在我的 以前的 汇报过程当中 也讲过这个病 啊 吃这个 神经控制类的药 人是非常痛苦的 啊 他叫做这个 他强力的控制 你确确实实不想自杀了 啊 你确确实实不 不失眠了 但是呢 我总的感觉呢 就是人就像木头一样 啊 就是一点感受都没有 啊 每天生活在特别沉闷当中 啊 绝对的平静 啊 绝对的抑制 啊 这这么一个状态 而且呢 这个 特别是晚上起 起夜的时候 上厕所 那个 起一个床 到卫生间 大概得需要十几分钟时间 啊 肢体的这个动作呀 这个一举手啊 一抬腿啊 一翻身啊 这个脑子里边就是轰鸣声 就和那个劈雷的声音一样 特别痛苦 而且 大夫还嘱咐我不能随便停药 停了药以后啊 就是弄不好 有恶性反弹 啊 就可能 就可能会结束生命 所以这个药呢 还特别精细 啊 这个四个小时一次 两个小时一次 什么四分之一片 二分之一片 所以呢 就和建议我在生活当中 要回避刺激源 啊 什么意思 就是说 你不愿意看的人 他说 你就别看了 不愿意干的事情 你就别干了 啊 这个 就是 自己安安静静的 我说 那我不想 去办公室 他说 那您就别去了 呦 我说 那我就不上班了 他说 那你还上什么班啊 那我说 我讨厌我爸爸妈妈 他说 那你就别欠你爸爸妈妈了 他说 你自己弄个房子住着呗 你这种人 而我说 那他还跟我说 绝对不许开车 车子在你的手里 就是杀人的工具 我真有这种感觉 因为我在国外有驾照 我回了国以后 换了本子 有些时候 这个病上来的时候 就想撞人 所以我觉得 现在报纸上报道 这些司机啊 撞人啊 什么的 都是有这种 有这种发泄 他有这种侵犯性和残害性 他这个疾病 所以呢 就不能 不敢再自己开车了 就用公司的司机 那我问大夫 我得吃多少时间这个药呢 大夫说 你得终身服用 你活多少岁 你得活多少年 你得吃多少年这药 所以特别痛苦 晚上呢 喝酒 应酬 因为工作还得进行啊 还得指望着你啊 喝酒呢 就借酒交愁 在最短的时间内 这个我特别讨厌 我不喜欢见这些朋友 但是又没办法 你一定要办事吗 你得找人家 那怎么办呢 我大概半个小时到四十分钟 先把自己喝的差不多了 八两酒就进度了 那就生活在酒的世界里边了 飘飘若鲜 这个就是 好像觉得所有的人都很可爱 所有的这个忧愁和烦恼压力 全都抛到酒消云外 生活在酒的世界里 好像看到每一个人都特可爱 在饭桌上就讲黄色的笑话 大声喧哗 然后吹牛 这个 然后这个 这个菜里有根头发丝 就把小姐骂一顿 把经理叫来数了一顿 更有甚者是 整个把这个桌子都给掀了 就是这种胡闹 这个 吃这个十次饭 大概得有三四次是抬出去的 就是 酩酊大醉 抬出去之后 把这个司机给拉回家里头 都睡在车上 到下半夜两三点钟 我醒了 他才把我掺回家 不敢叫我 怕我发脾气 车子里吐的一塌糊涂 说戒酒交愁嘛 后来 这个 你想半夜三四点钟就醒了 醒了以后呢 就自责 就觉得咱们也是上过大学的人 也是这种家庭出身 而且现在我已经很有钱了 我为什么还要这么实态 我为什么要这么样对待妹妹 我为什么要这样对待爸爸妈妈 我凭什么对待员工 是这样一种粗暴态的 因为你后半夜你醒过来了 人清醒了 自责 自责完了以后呢 就想死 我觉得这活着真没意思 图什么呀 你说这一辈子 就这么难道就一辈辈 就这么一天天过去了吗 这个 所以呢 这个我妈妈爸爸都很担心 因为我有这种症状 每年到春天的时候 就俗话说是黄花香蜂子芒 就是那个油菜花 它一开花 这个蜂子 就容易犯病 我是真有这种感觉 每年到春天的时候 那个花粉的刺激啊 这个时候大夫也嘱咐 爸爸妈妈也盯着 就是一定要按时吃药啊 一定注意这一段时间 要回避这个工作当中的不愉快的事情 不愿意见的人就不见了 不愿意想的事情就别想 出出国 到外边旅游旅游玩一玩 散散心 那么今天给大家汇报这个事情啊 回想这一段时间 现在我有很多朋友 特别是做生意的 还有很多搞文化工作的 还有很多干部 我的很多的官员的朋友 我跟他们在说到我这种病的时候 他们好像似乎都能找到 他们有这种不同程度的这种现象 所以大家觉得老板脾气大 觉得官员普大 觉得演艺界这个傲气 实际上我猜想啊 多多少少都是有点心理上的疾病和障碍 他不是他本性他不想那样 他是一种难受 那个病给拿的 因为我是过来人 那么 很偶然的这种机会呢 就是在06年呢 就碰到了弟子归 碰到了弟子归以后啊 人家给了我们一个邻居 给了我这本书 给了我这本书以后 我当时还没觉得什么 就四月份啊 06年四月份 我就我就往那一扔 他过生日给了我这本书 到了八月份啊 建军节那天 我说我看看 我这一看啊 我就觉得这弟子归怎么 讲的真好啊 我怎么就没学过这东西啊 而且还不是公开卖的 内部出版的 讲了113件事 1080个字 而且前面还个序言 说做到了弟子归 才算一个合格的人 我从头到尾一看啊 我跟大家说 我没一条做到 你说凡出言心危险 我是张嘴就是瞎话 我统计过 我学了传统文化以后 早晨7点钟醒 一直到晚上11点钟睡 156句瞎话 这个你想 你想你早晨7点钟到晚上11点 大概是17个小时吧 15个小时 15个小时 你得说150句瞎话 一个小时得15句 你60分钟呢 4分钟就得说一句 就张嘴就来 忽悠别人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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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一点实话没有 而且不走脑子 养成了习惯 这在中国古圣先贤上 了凡私讯上讲 妄言失智 那说话不走脑子 妄言 就瞎说吗 失智什么呢 你的智力 不能控制你的语言 所以很多人啊 说瞎话 我们真得同情他 他是一种 非常非常重的一种病 我们叫做 传统文化当中叫做 罪障 叫业障 控制着他 这个习惯 其实所谓业障 就是一种习惯 下意识 那么 我看完弟子规之后 我觉得 哎呦 当时我52岁 我觉得 这个 这个杯喜交集吧 啊 杯的是说 我看到这东西太晚了 洗的是说 我终于明白了 哎呀 这个人得是这么当 啊 这才是做人的原则 我 我出过国 上过 得过学士学位 啊 得过硕士学位 插过队 啊 当过干部 啊 做过买卖 挣过钱 我怎么就不知道 这人是怎么做的 所以 幡然悔悟 啊 就是 我说 我得做这弟子 我得学这弟子规 啊 这个 而且那个弟子规 后面还讲了很多道理 啊 就是为什么 人要学弟子规 我就看了了凡 私讯这本书 啊 中华书局出版的 看了了凡以后 我突然明白了 哦 人是有命运啊 但是命运是可以改造的 命运是可以转化的 啊 三字经里边说的 人之初性本善 性相近 习相远 我今天所有这些麻烦 所有这些困难 所有这些缺点 都是后天的习性 染污了 啊 我本来不是这样 啊 我本 我有一个本性 本性是本善的 那么今天受到染污之后呢 所有的错误缺点 都是因为染污 那怎么办呢 苟不叫性乃千 哦 如果不受教育 这个社会上这么大的染污 脱离你的本性 那么教之道贵一专 啊 就说 学习啊 一定要一门深入 啊 常识熏修 啊 别学杂了 啊 先从弟子规做起 我就开始啊 就在 就开始自己学弟子规 学弟子规的过程当中啊 呃 我有很大的矛盾 我觉得弟子规啊 说的是真好 啊 这个 觉得讲的也好 但是我确确实实说 做买卖的啊 自己有公司 啊 一年 一个多亿的生意 我 我确确实实 不敢在企业 落实弟子规 啊 我跟大家汇报 为什么呢 我觉得这东西啊 自己修自己的吧 啊 呃 把自己呢 做错了的改一改 啊 呃 就是获得一种心灵的安慰 和平静 啊 活得踏实点 呃 具体这东西能不能在企业当中落实 呃 我这一点信心没有 咱们也赌不起 说实话 是吧 这个一年一千八百万的行政经费 六千多万的采购 啊 一个多亿的生意 三万多台 两万多台炉子 这个不能拿这个开玩笑 所以 从2006年下半年 我就开始自己试着做 啊 这个 这个我现在有很多朋友啊 就是我来北 我来沈阳之前碰到一个朋友是天津的首富 啊 一个女 一个女企业家 非常成功 自己有钢厂 有房地产 有商场 天津最最有钱的人 一年挣几个亿 啊 她的资产上百亿 她说她10月1号啊 看了我的盘以后啊 啊 一直到10月20号 都没从家里出来 啊 也不洗脸 也不刷牙 捧法垢面 啊 就觉得好像过去这47年啊 所有的价值观 所做 所说 所想 全错了 跟我当时碰到弟子规的感觉完全一样 就崩溃了 就觉得这个白活了 这50多年 稀里糊涂的 是吧 就定干的是错事 她也是这样 然后呢 她这个 就就就想就想死 要自杀 这个这个女企业家啊 完了以后呢 就希望能找到我 找到我完了以后呢 想跟我探讨 她现在就是什么都想放弃 她想到她过去这一生做买卖 得罪过的人 伤害过的事情 觉得太不应该了 无地自容 这个一败涂地 特别沮丧 后来呢 我们就见了面了 从下午4点钟 一直谈到晚上11点 所以呢 这个女企业家 她跟我哭诉了 她的这个 这个忏悔 这个这个后悔 和她的感悟之后呢 她说 胡总 我现在 就是面 摆在我面前 我就很现实的问题 我觉得这个是每一个 说用弟子规 都有这么一个平静 她说 我现在企业 每天面临着抉择 我这个副总 该不该炒掉 我这个女婶 跟我要钱 我该不该给钱 我的弟弟在 我企业现在不听话 我能不能 我怎么处理 我现在这个合同 我应该不应该签 这个我这个制度 应该不应该取消 真刀真枪啊 在企业中 是弟子规 她说 那你 那胡总 您说 我怎么办 我说你 她说 那我就不上班了 我上班 我得做决定 我上班 就是错误的 我说 你别 我说 你像我是吧 我当时学完弟子规 我也是慢慢放 我先从哪做起呢 我看弟子规上说 教育者 也要先受教育 今天的教育制度 今天我们现在教育员工 教育学生 教育这个群众 为什么不灵呢 家长让孩子做到的 家长做不到 老师让学生做到的 老师做不到 领导让群众做到的 领导做不到 所以我找到这把钥匙 先从我做起 很明显的错误 我跟这老总交流 我当时的心路历程 就是你比如说瞎话 这个你公司制度 也没让你说瞎话 你能不能不说瞎话 我就 我刚开始学弟子规的时候 我就在企业 就下了一条纪律 我说 我说不许说瞎话 从此以后 你们认为 如果说只有说瞎话 才能把竞争对手打败 才能骗客户 给我们订单 才能够在这个市场上生存 我说那这个生意就不做了 我说先从这开始 我在公司 不让他们说瞎话 是后 我自己先不说 你说管得住管不住 真管不住 张嘴就跟员工说瞎话 说完瞎话之后 没关系 因为他不是 你这桌上有弟子规 一看 樊出言信没先 我再把我的部门经理叫过来 就有这点勇气 我刚才那句话 我骗你了 我说错了 我说瞎话 对不起 这个送到一个文件上来了 这个有一个项目 报告胡总 一共三家竞争对手 请您批示 看看怎么办 怎么拿下这个项目 我就写上 这个严厉打击竞争对手 接他们的脑底 把他们在这行业里 所做的恶事 一一兜了出来 劈下去了 劈下去了 以后再一看弟子 凡事人皆虚矮 江家人先问解 不行 撤回来 还错了 不能这么多 对吧 我跟这天津老板 我说我是这么展开的 然后我就把这销售员叫来了 我说 这不能打 胡总 你要不打击他 蹬鼻子上脸 我这蹬鼻子就蹬鼻子吧 咱不是学弟子规了吗 何必要说瞎话 打击别人呢 东边丢了 西边就来 你信不信 我说那行吧 那听您的吧 因为这销售员都会提成啊 你把这个项目给他否了 不让他采取他惯用的习惯的 习惯的做法 他就会觉得不得心应手 所以 我跟那个朋友交流 他就问我学习弟子规的过程 我说 学习弟子规 你就没事干了吗 在单位 你先不要碰你的制度 也不要碰你的部门 也不要碰你的管理层团队 你呀 每天上班各个部门去转 各个部门去转呢 你就会发现很多能落实弟子规的地方 说真的 我说真的 你那么多员工 大家生活在社会上 谁没个七大姑八大姨的 谁没个病 没个灾的 谁没个困难 人在社会上 谁没有走窄的时候 你 你那双慧眼 这个慧眼就是弟子规的眼 啊 弟子规的眼 你就挑出员工 有疾苦 有灾难 有麻烦 有需要你帮助的地方 你从这入手 都说那您给我讲讲您的例子 我说我的例子 我们公司就一个员工得了癌症 三十四岁 我是三十五岁得 他是三十四岁得 结婚五年 一个三岁的女儿 今天已经走了 零六年十月份得的 我刚学弟子规 他就得了病 我当时公司的制度 我都没碰 我就觉得 弟子规上说的 是诸父如是父 是诸兄如是兄 这个员工得了癌症 我怎么就一点感觉都没有呢 如果我就想 如果我的妹妹要得了癌症 我慧眼临时会一种 什么样的状态呢 我怎么对待这个员工 就没有说 是诸兄如是兄啊 我怎么就没有一种 凡是人皆虚爱 天同父地同在这种感觉 因为作为现代企业 跟员工就三层关系 一个劳动合同 第二规章制度 第三四县一斤 就完了 现在的企业组织管理 冷冰冰的 没血没肉啊 你员工有你的利益 合同保证 我老板有我的利益 完全是对立的 这和谐啊 一就合了 二就对立了 这个一很伟大 中国传统文化当中 最大的精髓就是这个一 天地人和一 所以我就没有这种一的感觉 但是我也得强迫自己去做呀 您正在收看的是大型工艺纪录片 中华传统文化论坛特别节目 圣贤教育 改变命运 这员工得了这么大的病 叫横纹肌肉流 这个肌肉有横纹和树纹 它是横纹肌肉流 我那个癌症 两万个里边 能治好一个 他这个癌症 资料上 报道 一百万人 才会有一个痊愈 他是长在鼻咽上 不应该动手术 给动了 动了以后 这东西就和韭菜似的疯长 然后就把他那个喉咙 都给控制住 这边还有动脉 一换血的时候 那个血就滋在这个墙上 到处都是 特别痛苦 你想他这个血气方刚啊 小伙子 三十四岁 我就去 我说 我就问我的人事部啊 我说这个 这个事咱们应该怎么办 他说胡总您不用操心了 这个就转入社保吧 这个医疗保险咱都给上了 你该忙什么忙什么 咱们没有缺理的地方 这个员工也不会告咱们 咱们符合法律 就是要给人转社保了 我说这个 这能不能不转 他说胡总 这可不行 这是制度 这个就要转到并退 我说转到并退 有他现在的工资 那怎么办 他说那就是差太多了 那不是工作人员了 哎呀 我说这个 可能不太符合弟子规的精神 那人事行政部说 胡总那您看 您什么意思 我说咱们这样 我说我请求您帮个忙 你别跟别人说 咱先把这员工啊 一切待遇不便 工资照发 奖金照给 办公桌也给他留着 我说估计啊 这个东西可能对他是个念想 是吧 咱们认为他能好啊 给他是一个大的安慰 他说那行吧 既然您老板这么说了 就这么做吧 我当时很忙 我那个年代 2006年的时候 我跟大家回报 我一年请客吃饭啊 280万 就经过我的手请客 09年了 今天是11月 大家知道我这一年 09年 我花多少钱请客吗 38万一 花了多少钱呢 196万 剩下的160万到哪去了呢 就像这种会啊 给送书啊 员工孩子上学给钱啊 结婚了给点红包啊 生病了咱们给点支持啊 就干这个了 160万 这是我自己的花销 那当年呢 那个我那同事病的时候呢 我根本就没有时间安排 我这些本我都是留着的 我的日志 从零 从我做生意开始 一直到今年 密密麻麻的 原来那个 中午跟谁吃饭 晚上跟谁吃饭 上午开什么会 下午开什么会 特累啊 哎呀 就是特别辛苦 后来呢 那天晚上 我说 我得看看这员工去 啊 就是住不进医院 医院不愿要他了 他这么重的病 你住在医院就死在医院 你到了医院 你就站装病床 啊 我就找了医院的院长 领导 我就给他安排进去了 安排进去以后 我不敢看 因为我得过癌症 我知道那个得癌症病人 那种绝望尽头 你想他那么年轻 我就去看他 看他完了以后呢 他躺在病床上 也没法说话 他头全包着 动脉 然后 我一看墙上全是血 哎呀 我就 我一看他们家人 都在这哭哭啼啼的 我就给他讲了 我怎么癌症好 这段经历 我就给他送了 了凡私讯 给他买了DVD的机器 送了光盘 送了弟子龟 我说这个人呢 不能为自己活着 孩子还小 老婆还年轻 为了自己 你肯定会紧张 因为我是过来人 你要为了爸爸妈妈 你要跟疾病做斗争 要坚信 要战胜疾病 活一天 就是给爸爸妈妈 和妻子儿女 带来快乐 带来幸福 他老点头就流泪 我就明白了 就跟我当年的感受一样 就是这个孩子 他可能担心 因为他知道这个病 他都上网 这个横温脊肉流 这个是非常饿的病 他就说 我说你是不是担心孩子 他说是 我说这个 我你信得过吗 他说信得过你 我哥哥就跟您干 盖丰联广场的时候 跟着我干了八年 您这人不错 厚的 虽然您脾气不好 但是您这人仗义 还有这么点善根 我不太在乎钱 我说你呢 把心放在肚里头 这个女人就给我了 你呢 她的实时治病 我办公桌都给你留着呢 电脑都没撤 现在 我跟人事行政部说了 绝对不许给你转到病退 不能给你转到社 社保 一直给你开着工资 您放心 你走了以后 这份钱 你要能活过来 兄弟 跟着我一块去 回公司接点脸 你要是回不来 你有好地方去 你 踏踏实实的 女儿就是我的女儿 然后呢 他就特别激动 就抱着我 掉眼泪 我呢也流连泪 我那天从协和院出来 我记得好像是冬天 就现在这个时候了 十月份住的院 我就是抑制不住的 就掉下眼泪了 我这种眼泪啊 我没这么哭过 首先我不知道那叫哭 他是一种什么感觉呢 就觉得真甜蜜 这一晚上过的 我把所有的应酬放弃掉 我不请客人吃饭 我到了他那两个小时 今天这场活动 一分钱的利益没有 不仅没有利益 还花了很多钱 给他买这些什么DVD啊 给他送了很多营养品啊 还把女儿这个事给谈了 那一味着我还多花钱 完了以后呢 也是挺阴的天 我就体会 我是弟子为真伟大 原来爱人呢 是这么幸福的一件事情 这个是真幸福 这种感觉 因为咱们不玩虚的 是吧 确确实实 你说我去歌厅 我找小姐 我什么没干过 就没有这种感觉 这种 这种 怎么说呢 就三字经里边说 人之初性本善 这性本善找到了 有那么点光芒 尝出这么点味道 哎呀 觉得这玩意 真是啊 这个 这个 这弟子柜太伟大了 这给孩子写的 这一千零八十个字 我是一个五十二岁的人 我看了以后 我怎么就会被他打动了呢 照他做以后 真是 才短短不到三个月 就碰到了这么样一件事情 这就特别鼓励我 就是 要落实弟子柜 完了以后呢 我就尝到糖的甜味了 是吧 咱们没尝过糖的甜味 咱不知道 这个甜味什么滋味啊 因为什么 孩子小送到国外了 那个年代都是竞争做生意 是吧 考大学 考研究生 没有跟孩子在一起 父子有亲 这个亲意味着什么 不知道 就觉得挣钱给孩子就行了 你有车接你 有阿姨照顾你 上最好的学校 出国我给你钱 这就代替爱了 很多家长送孩子去英国 去澳大利亚 都是出于这种心理 觉得欠孩子 这一辈子在外边 沙沙答答 没有时间跟孩子享受天伦之乐 孩子一辈子 出国之前18岁 几乎没跟父亲 有过什么共同语言 相处特别冷漠 我就是这种人 那么我通过这个员工 我找到了人间之间的这种感觉 哎呀 我觉得这太美妙了 我这老祖宗真伟大 这个人和人之间 原来是有这么样一种联系 所以我备受鼓舞 我觉得呢 我呢 还有点脾气 我这人比较 比较爱走极端 我这个好东西 咱们一定得宣传 我而且呢 向大家报告的是什么呢 我学了三个月弟子贵之后 我那个焦虑症的药就不用吃了 这个 这个当 当时是不敢停药啊 就觉得这个大夫说不能停药 就觉得一停药就麻烦 我是慢慢放 这个红药片我先不吃了 然后那个黄药片不吃了 最后那个晚上的药我也不吃了 后来连安眠药都不吃了 大夫吓坏了 他说胡先生 你可不能停这药 这家伙 这个药 你知道这神经类的药 非常敏感的 我们可不能承担责任 你可别说 是我这儿 给您的意思 让您停下来 我说您放心吧 我找的比您的药好多了 我这弟子贵的药最灵了 挂一个号 两千块钱 心里门诊 还得半夜让司机去排队 我图什么呀 我说我这一本书 一块钱都不用 是吧 一千零八十个字 读读学学做的 就睡得香 吃得饱 特踏实 我说 而且吧 你学了弟子贵以后 因为弟子贵 他没有为自己的事情 他都是为别人的事情 我就慢慢体会到 我们现在人的生活方式 是一种病态的生活方式 为什么说他病呢 只有自己没有别人 这种方式是病态的生活方式 所以我就跟那天津老板说 我学弟子贵啊 不是说我这边左手是生活 右手学弟子贵 弟子贵就是生活 生活就是弟子贵 咱们用咱们沈阳人民的话量 那就是一种活法 是吧 原来我是什么活法呢 自私自立 只想自己 脑子里起心动念 说话 但是 没有一分钟是离开自己的 弟子贵呢 为什么说 他是健康的生活方式呢 他把别人 拉到你的生活里边来 他是让你将家人先问己 己不欲即素欲 让你既要考虑自己 又要考虑别人 这种生活方式 就健康了 就摆脱了病态的生活方式 再往下来 只有别人而没有自己 像雷锋同志那样 毫不利己专门利人 像焦鱼录同志那样 一心细着难考人民 我这刚做那么一点点 我那种喜悦 那种兴奋 那种快乐 我能推演到 雷锋同志当年有多快乐 我能推演到 我能想象到 焦鱼录书记当年有多快乐 其实我们看着人家很苦 我们看着焦鱼录很不容易 很辛苦 实际上世界上最乐的人 莫过于焦鱼录同志 莫过于雷锋 第一个 改变跟司机的关系 原来我一上车 什么样 身上靠着后边的座 脚搭在前面座上 个儿也高 你说那司机在旁边开车 我那脚就搭在 人家肩膀旁边 你说多缺德 咱们现在想 是吧 然后你说北京交通那么堵 跟司机有什么关系 一堵就骂司机 你真没福气 你给我开车 全是晦气 你开哪条路 哪条路堵 你说多损了 这老板当的 首先改 第一个 好好坐着 关闭症 纽闭结 瓦鱼履聚谨切 绝对不能长胸落怀 绝对不能四仰八叉的 这个员工做好榜样 我就跟天津老板说 你这个 这个不违反公司制度吧 这个你改了以后 什么都不影响吧 对不对 咱们先从这做起 你看 戴壁仆 身贵端 虽贵端 此而快 壁仆就是夏季 家里弟子 小孩 他没有社会工作 所以他没夏季 壁仆就是家里的用人 作为单位来讲 就是我们的夏季 戴壁仆 身贵端 你琢磨这三个字 贵 好榜样 端正 贵是正确的意思 端是直的意思 虽然你的行持比他严谨 辞而宽 辞是什么 爱的 宽呢 有错误要宽恕 我看到这三个字 我特惭愧 我这司机 是任意 一点错误都没有 你看人 弟子归人说 即便有了错误 都得宽恕 人家没错 我是找茬 发泄 这得改 怎么改呢 改不了 太难了 我在讲弟子归汇报的时候 在各个地方 人家说 胡先生 您讲的挺好 我们想改 但实在是习气太重 改不了 改不了没关系 十次改不了 但一百次 我刚才 那司机都吓一跳 往后边 插边到了好几步 胡老板 给我鞠躬 我说 刚才你看这事 也不能埋怨你 路上堵车 天安门那边堵 因为这北京老是 有这种 这种手掌啊 什么布置警卫路线啊 什么 这个勤务 那个交通就堵呗 堵我就骂着司机 你说你 多冤呢 下了车咱就觉悟了 觉悟了 就立刻就得干 不要过夜 实在是见不着面了 发个短信 你看我 我那个 我记得好像有一次 我在餐厅 跟我那副总吃饭 跟我说丢了一个项目 我当时脑子梦了一下 我说第一期就买了咱们的炉子 第二期是板上钉钉啊 对吧 第一期四百台 是吧 是一栋楼 买了咱们的炉子 第二期十二栋楼 全面推开房地产 房地产是按阶段分的 是吧 那么 你怎么能把第二期给丢掉呢 是吧 人家要给我解释 其实根本不是人家销售部的事 是完全是我的事 为什么呢 你想 一个房地产公司 它是请这个钱 它有程序 是吧 那么我们合同当中是 货到后 你要给我四十个钱 我货到了 你不给我钱 对不对 人家流程啊 人家批啊 从部门到经理 从经理到财务 这一圈里走下来 需要大概十天左右时间 那么这个时候工程很急 就像这冬天 就要入住了 那时候胡先生 你们能不能 你们公司能不能先帮我们 装上这炉子 不装 不给钱 不装 我憋着你呢 等着你呢 那你想这工程部 他就不高兴啊 因为什么呢 工程部 他跟财务部 他做不了主啊 任何一个单位 他都是有部门的这种区别 那这个时候财务部 去钱没劈下来 主管财务的副总出差 没回到北京 下礼拜一回来 但是今天星期三 一定要装这炉子 比如说这个例子 怎么办 不装 不见钱不给 货都交给你们了 40%的钱你不给 不能给 不能装 对立 人家工程部说什么 下次再也不买你王八蛋的东西了 你跟着憋着我 你说这能赖人销售吗 这公司制定的制度 你不给钱 就不给装炉子 不给装炉子 就把人伤了 用户拿到钥匙 住不进去 没炉子 这么这冷的天 没炉子行吗 自私自利呀 只考虑自己 现在 那你说 在餐厅吃饭 丢了这12栋楼 1000多台 我400多台 我是竞争啊 就到了底价了 我就为了 踪入这12栋楼 这1000多台 结果我这骨头是拿回家来 到吃肉的时候 没我的事 是不是 你就急了 啪呀 那个手机就扔到餐厅了 生气呀 那个餐厅的服务员都吓坏了 我这一扔完手机落地下 它那盘子也落地下了 哎呦妈呀 这怎么那么大脾气 这个 端着菜呢 错了吧 错了 错了以后 晚上回家就给人发个短信 对不起今天餐厅实态 违反了弟子规 是吧 这个 原谅吧 是吧 就是说我这个岁数 现在学挺难的 希望您也理解 是吧 这个改起来难 但是我真想改 我实在是功夫不得力 所以实有冒犯 希望你多多原谅 原来一年吧 得摔个 每个月得摔一部手机 大概摔个十二三步的 差不多 现在这里 这三年没怎么摔过 一步都没摔过 这个 所以 你一学了弟子规 你就冷静了 你首先你不能发脾气 你不能问原因 你没有原因 不允许发脾气 尖巧语会乌词 示警器 切戒之 你就不能问 你就不能发脾 这一不发脾气 就和这水一样 它就平静了 这一平静了 你拿这个脸 往水上一放 你就看清楚 你脸长什么模样 如果这个水 摇晃 这个水 有波澜 有起伏 我们的脸 往水上一放 就变形了 你往往看不到 事实真相 所以这杯水 告诉我们一个道理 不能起心动念 讲到这儿 张静元 张老 原来退休的岗位 是国务院副秘书长 他解放之初 给陈毅老总 当秘书 我的舅舅是万里 是吧 张静元 后来给我舅舅当秘书 说我跟万老 十年秘书 从来没跟我发过脾气 就一次说话重了点 河南 黄河小浪底工程 一块去考察 审这个图纸 特别疲劳 心电图 剃泼倒置 连夜 坐直升飞机 送到上海 到了上海 醒了以后 说这是什么地方 说这是上海 上海 我到这干什么 他说您这个心脏出问题了 剃泼倒置 那必须得治疗 说那会议怎么办 河南的会议 那不行啊 这个事情是我抓的 我负责呀 张静元张老 就说了一句话 您都这样了 是哪样啊 我跟你说 你竟干着鸡毛蒜皮的事情 你竟管着鸡毛蒜皮 张老说 万里同志跟我 我跟他服务十年 就说过这么一次重的话 鸡毛蒜皮 赶快坐飞机回去 心里装的是什么呀 你心里装的天下 天下就属于你的 你心里装的人民 人民就拥护你 中国传统文化说的清净心 叫格物制之 正义成心 修身齐家 治国平坦 换句话说 什么叫格物 把你自私自利的欲望 要割除掉 这叫清净心啊 不是说拿着国家的工资 吃饱了 钢丝床上一躺 这叫清净心 什么都不干 错了 修身齐家 治国 平坦下 多忙啊 基础是什么 格物制之 诚意正心 格物 就是把物语要去掉 物语当中 最大的物语是什么 自私自利 我跟那天津老板说 我说 你要有坚定的信心 对弟子国 要坚定不移 凡是成功的人 凡是幸福的人 我给你做证明了 我要就可以不吃了 焦虑症就好了 我说 我今天带来很多文章 我的员工三年以后 给我写的感受 说 原来在卫生间 要是碰到胡总 回到座位上 我自己就说 真倒霉 今天碰到老板 在卫生间 跟我一块上厕所 你说这员工 你说我这冤不冤 我这开着公司 我这外边压力这么大 做这买卖 给你们上了四显一斤 我在卫生间碰到你 你都觉得恶心 我跟老板说 我是就这个 就这待遇 你表面上对你供应 为什么 因为你能开公司 它是利益 他对你重视 但是他没有尊重 今天 三年以后 是吧 员工在给我写 这个报告的时候 那他对你那种认可 他对你那种赞扬 他心里那种感受和舒服 你是能看得出来的 所以 我们 我在 我在企业落实弟子规 到今天三年时间 大家肯定会关心 您这成天不务正业 这个应酬费从 二百八十万 降到了三十八万一 我跟大家说 这三十八万一 都在弘扬传统文化 昨天晚上 我为什么不能来 人家请我吃饭 说 胡老板 我们这有个项目 想买炉子 咱们下周三建一个面 我就把沈阳这个会 给忘了 我说好 下周三就下周三 一查十一号晚上 请我吃饭 两个小时 六点半到八点半 讲什么呀 讲在企业落实弟子规 现在客户反过来 请我吃饭 胡先生 您只要有时间 你说中午晚上都行 吃什么您定 你看 不用您掏钱 我带着班子一块去听 班子最近有点猛 班子最近有点不团结 你给我们讲讲命运的事 你给我们讲讲改过的事 带着班子来了 经理 副经理 一块坐着吃 然后完了以后 送这个 弟子规 送这个 了凡四讯 送这个太上感应片 给他们看 就传统文化 讲的这些事情 如何做人 如何做事 如何管住自己的念头 特别高兴 而且不喝酒 而且尊重我的习惯 不吃婚的 这个特别有面子 而且原来我是什么样 我求人客户 求爷爷告奶奶 死了活拽 请人出来吃饭 吃饭的时候 就是给人家 人家一提到竞争对手 就诋毁竞争对手 一说到产品 就跟人吹牛 现在还用宣传吗 不用了 还用跟人竞争对手 争吗 不用了 我昨天跟客户说 我说我最近学弟子规 有一个误处 也拿出来跟大家分享 我刚开始学弟子规的时候 我认为什么呢 我胡晓琳有本事 我挣了这个钱 我挣了这个钱 我拿我的钱 来弘扬传统文化 你看 这里边有个我 我要吗 我学弟子规了 我要向善了 我要拿出钱来弘扬正法 我今天 我昨天跟客户说 我说我现在才明白 这也是学着 学着三年之后 慢慢有点悟处了 我这哪是我的钱 这不都是您的客户 给我的钱吗 你们是我们的父母 不给我们钱 我们办不下公司 你们是我们的上帝 你们不给我们生意 我们没法生存 你们是我们的恩人 如果我要拿你们给我这钱 我干嘛去 我泡妞 我买奔驰 是吧 我在市 更有甚者 我在吸毒 我在包一二奶 我在去什么歌厅 我在搞那种 染污社会的这些事情 你们是我的恩人 你们不给我钱 我成就不了这坏事 正是因为你们给了我这生意 行吗 这坏事我干成了 我污染了社会 我污染了大众 我污染了心灵 我这恩将仇望 我说我现在明白了 我现在花每一分钱 我都特别紧张 我该花吗 这钱可都是恩人给我的 我可不能让人家 帮了我的恩人 再跟着我一块去造恶事 然后再把这些恩人害了 江本生博士水师也说了 你一个念头 那水都知道 你一念向善 水的结晶是漂亮 你一念向恶 你骂的水是混蛋 水的结晶是散乱的 水是矿物 矿物都知道 你的念头 你更何况这些人呢 我天天 我天天在害我这些恩人 我拿着钱 我去干那些自私自利的事 损人利己的事 能行吗 这个手机 除了教人向善之外 还应该谈什么话 什么都不能再谈了 这个只除了写弟子规 劝人向善 分析学习弟子规 心得报告 你还能写什么 你什么都不能写了 我说各位老板 这个钱是恩人给你的 你怎么花 你怎么花决定你的恩人 它的什么处境 如果对你有这么大恩大德的人 你乱花这钱 你把他害了 你害了自己 你害了还害了别人 因为他成就你的善事 我现在的员工 我就这么教育 千万不要小看我们面前这张纸 千万不要忽视我们手中这支笔 钱不是我的 沈阳一开会 我特高兴 为什么 钱又终于有趣的地方 买吧 招呼吧 你在放到我那 我的儿子再不孝敬 存着他 你想想 三字经上怎么说 人一子 金满营 我一子为一金 你看 没有智慧的父母 一个